也都有放,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剛剛的公式,如果你有做不出來的 反正雲端上都有,你C、C、C、V上去應該也可以做得出要最後的結果 再不然的話,你就是把影片重點看一下,應該也大概知道怎麼去做 只是說我們做了,比如說這個公式 我希望把這個公式 變成輸出的 這個是我們原來的公式 那怎麼把它輸出呢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完成底下這邊有了 因為我擔心各位看不太懂,所以我盡量看 把它盡量顏色加深一點,置放大一點 我告訴你哪裡不一樣,其實很多地方都一樣,只差別一兩個地方不同,你就把那個一兩個地方 不同的地方 稍微再花一點時間去了解就可以,但是 你也不需要去死背 因為這種東西 不是死背出來的 而是用了解之後,以後你只要邏輯通了之後 大概你就照著那個方式去寫 如果有什麼地方暫時忘記 你就 拿以前的東西來參考 所以最重要就是說,你還是要把這東西留下來 以後 所以很多你們以前學過那個的學長節 他們最後 我後來發現,他們不可能一下馬上會 所以我也不寄望說,你們馬上一定要學會 他們最後都是慢慢慢慢越來越會的 而且絕對不是 一下就馬上會 有啦 很少 頂多是一兩個天才行的 不過也是非常認真的 那他們慢慢慢慢會 這個時間其實拉的還蠻長的 所以一定不可能 如果說你要馬上 我們這八次上課 你上完馬上你就可以 哇不得了 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你每 馬上就可以 那個 一下就可以馬上 就可以把它派得上 全部都用得非常好的話 那這門課 他的價值就沒有那麼高了 因為這門課就真的已經 因為像VBA出來多久了 其實我VBA出來 至少20年了 也就是我跟他 接觸的時間也差不多快20年 那不過早期為什麼他沒有那麼紅 主要原因是因為 也是有早期 因為我們那時候大概記憶體大概只有8MB 16MB 現在的記憶體都是GB算的 也就差了1000倍 以前現在這邊電腦大概16GB 以前的電腦是只有16MB 大概差1000倍 所以以前你只要把資料放以sale 太大了 馬上就 當掉了 所以以前VBA是完全不堪使用的 第二個是說那個資料量 以前只能6萬多筆 最早還是3萬多筆 那現在的話已經到100多萬筆 所以你放再大量的資料上去 他還是沒有問題 跑起來也非常的快速 因為現在都是4核心8核心的電腦 所以跑起來都速度非常快 再來就是說 因為sale他的那個整體已經提升起來 所以早期會把資料放在資料庫 然後再透過程式去存取資料庫 後來發現幹嘛那麼麻煩 乾脆把資料放sale 直接在sale裡面透過程式存取就好了 後來發現 sale本身就可以當資料庫來使用 VBA又可以直接存取 那這樣不是最簡單 因為呢 你就直接打開VBA之後 就可以開始開發了 那如果說你用其他軟體的話 絕對沒有這麼方便 其他軟體比如就Visual Studio 你光安裝好 再到能夠開啟 有的時候一個工程師 要耗掉可能一整天的時間 都在處理系統設定的問題 等到他真的要開始上工 那可能要摸很久 但是呢 VBA不一樣 VBA怎樣 只要把什麼 那個 這個標籤有沒有 打開來 Visual Basic按下去 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這個其實太方便了 如果就以那個 開發的時程來看 這個大大的減輕 一般開發而已的負擔 所以我現在很多時候 我就直接用VBA來開發就好了 我幹嘛還要 捨盡求遠 對不對 就像小東西你總不可能說 你還要找大貨車去搬吧 你就一兩箱東西 那找個人搬過去不就得了吧 幹嘛還要找一個大貨車來搬 對所以現在 以前的那種方式就是要載大貨車 如果現在資料沒那麼多的話 兩下子自己就做完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現在的需求慢慢就是說 小量資料 會非常的多 然後呢 集結起來也是一個大數據 不過你要先小量資料處理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的需求 類似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剛剛的公式 這個公式 變成在VBA裡面可以執行的話 大概先有個清楚 按下去之後 而且我黏大概也是10年好了 類似這樣 這樣按下去 他可以 百千萬 OK 10萬好了 好 那輸出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一樣把公式輸出 不過我這個地方 這個邏輯上面 大概跟前面一樣 For I 等於 4到最下面一列 不過在 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要先有一個input box 所以 第一行是 input box 然後丟到哪裡呢 丟到B1 第1行 第2行的話就是 跑一個回圈 列回圈 第3行就跑什麼 跑藍回圈 從 第 這個是追 就是追 等於 2到 最下面 最右邊一列 當然你這個地方不是固定的 所以 特別注意喔 我們之前不是 可以抓最下面一列對不對 最右邊一欄可以抓 當然可以啊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活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抓到這個範圍 再來呢 把 公式丟到這個裡面 特別注意喔 那個公式 裡面有幾個技巧 第一個怎麼樣 如果你原來的公式裡面呢 藍列都已經鎖起來 表示是固定的位置